第十八届亚运会正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也是明星们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 而有一种明星 他们并没有刻意展示自己的风采 但人气就是挡不住 由车门一位明星运动员 粉丝们的追捧自然是疯狂的 对右夜说 和他同队是我的荣幸 对手在比赛后 排队找他合影 甚至不相干的跨性别 跨项目 跨国籍的运动员也已和他同框位容 他就是中国女排队长 现役世界女排第一人朱婷 收获奥运会 世界杯 世青赛 世剧杯 欧关联赛 土超联赛等一系列冠军和MVP的 因为平时都在欧洲或世界顶级舞台亮相 跑步容易出现在亚洲赛场 自然引起巨大轰动 有人说 这次亚运会是出庭粉丝见面会制亚洲分会场 笨笨 首当其冲的 是中国女排首场比赛的对手 越南队 8月19日 0比3输球后 他们兴高采烈的找朱婷和尹 似乎这才是莱雅加达的头等大使 越南队开了个坏头 哈萨克斯坦的姑娘们也不甘落后 可是你合影就合影队 把排球藏在衣服里是几个意思 这位小帅哥这么高 原来他是泰国男排主公 你以为就你们打排球的认识朱婷吗 我们篮球界也喜欢他 我是中国香港女蓝队长卓婷 还有这位蒙古女蓝的助理教练 谁说一定要打球才能喜欢朱婷 中国游泳小将侯玉杰表示不服 下面这位美女是哪个国家 哪个项目的 抱歉小编也不知道 只知道有了这张合影 他和朋友们吹了好半天了 追星追得最有境界的 当然得是奇运迷的 这位令你小哥语中情合影后 激动的发了一篇火新闻 哦不是汉语拼音 你说的是啥字脸 东上所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